嗨 我是Kerry 今天的影片 靈感來自上一集的 有一個觀眾的留言 他說可不可以請滑雪教練分享一下 在北海道當地覺得好吃的零食 那今天呢 請來我們所有Snowman的團隊 大家可以分享一下 他們在這邊生活了一種季啊 有沒有什麼最推薦的零食 首先 讓我們請石頭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我最愛吃的餅乾 這 等一下 你只拿包裝來的 沒有只拿 只是因為學著時間的推移 吃完了是不是 好啦 好 這個再拍到最喜歡吃的餅乾 石頭推薦的是這個餅乾 好吧 沒有辦法給大家試吃 分著吃了 該不會大家都吃完了吧 沒有沒有沒有 吃完了 我比較貪吃啦 不好意思 你推薦那個餅乾的原因是什麼 就覺得很好吃 跟台灣的一些洋芋可以比賽 是它的口感嗎 還是什麼 味道 其實它那個還蠻classic的 奶油嘛 而且它7-11就買得到了 沒錯 我也蠻推薦那個好吃 好 下一位就讓 Sean 來幫我們分享一下 你準備了什麼零食呢 這個糖果 啊 你只帶兩顆 它那個包裝太大了 所以我帶了散裝的 放在這個地方這樣子 這是哪裡買的 這個是MaxBerry 我買的 Blueberry 然後芒果跟葡萄的 三種口味 所以你推薦它是為什麼呢 因為它糖果 但它上面標示說 它裡面有維他命什麼 A啊 維他命C之類的 感覺好像比較健康 所以 就是對 在平常上 就是中間 那個上課中間 吃一顆補充體力這樣 OK 所以這個是Max Value就買得到 對 那便利商店買得到嗎 好像沒有 我在Max Value看到的 OK 好 Logan 來看一下 Logan有沒有什麼 這個牛奶糖呢 牛奶的味道很濃郁 然後它還有抹茶 然後另外一個是好像咖啡 所以你這個是什麼口味 這原味 原味的 對 應該便利商店也有 只要是 北海道的便利商店 很香 很奶 你覺得咧 我覺得還不錯 濃郁的味道 口味也推薦喔 HIT TIM TIM 這麼小包 這個好好吃喔 超好吃的 這個好吃的點在哪裡呢 草莓味很香 不錯 然後是很甜的那種嗎 不會 因為Tim吃很甜 而且它口感很讚 脆脆的口感 好 打開來吃一個 我要鑑定一下 去看 很漂亮 喔 喔 趁指甲 欸 硬的 太冷了啦 嗯 我覺得沒有很甜耶 對啊 嗯 好吃好吃 吃一下吃一下 好 我們換Beebus 幫我們分享一下 來分享 好小喔 我最愛的 甄永鹽 然後它是 牛奶糖 鹽鹽 所以說它不是完全的死甜 它會帶一點鹽分 然後隨身都會帶這一盒在身上 可能自己血糖不夠 或是學生血糖不夠的時候 就跟它吃一顆 滑雪的時候 對 滑雪的時候 現在天氣冷可能會有點硬 嗯 但是這個超便宜的 這個在大創買得到 哦 一盒才一百塊日幣 哇 超便宜 你看它裡面 這麼多顆 推薦給大家 這也是很濃很濃的那種 對 好吃耶 嗯 經典這個好吃 這個真的超好吃 鏡頭看一看 超好吃 這個Seven就有了 對 到處都有 只要每個超商基本都有 然後它有分各種不同的包裝 有那種一小盒的 但是我覺得這比較好 不要讓它脆脆的 對 然後因為一次就是一小一小的 嗯 對啊 就不用打開然後一定要吃完 雖然每次打開我就還是會吃完 你一次把整盒吃完啊 對啊對啊 這是家常便飯 你問他們就知道 太多了吧 打開沒有要留著的意思 沒有辦法 網小K是沒有辦法庫存的 這個是裡面有米果的 很好 它那個口感不一樣 我喜歡它那個柿子 會不會很多小餅乾都有柿子 會脆脆的 會不會很甜 會不會很甜 不會 不會不會很甜 甜中帶脆 好了 完美 順便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今天出來團拍 所以呢 天氣又很好 大家在那邊瘋狂的拍照 沒有人要理我 我我我我我來了 Simon幫我們介紹一下 你帶了什麼零食 這個 我已經 我已經吃完了 但是呢 這個是非常好吃的 這個好 這個我推薦 BALANCED OF FOOD 然後要選的 一定要選那個 Chocolate的口味 然後它這個就小小一盒 然後非常好 等一下 這個是Energy 它這個有點像Energy bar 但是呢 它比Energy bar 再不甜一點 我覺得很好吃 而且它後面還有 就是B1 B2 B6 B12 什麼的 很多那種營養的成分 那就是 如果滑雪滑到沒力的時候 可以當Energy bar 補充這樣子 唯一的小小缺點 就是吃完 嘴巴會稍微比較乾 所以 如果你平常不太喜歡吃那種 它是粉粉的 對 營養口糧 或是Skong的人 就 這個的話就 可能 就要再想一想 它的巧克力是 蛋口味的巧克力 就是有一點點巧克力味 有點像吃高蛋白那種巧克力粉的感覺 所以你比較推薦巧克力口味 對 下一位 還有Ember呢 這個這個 等一下 這個 我也很喜歡 這是我的愛 我一開始以為它跟台灣雷根糖很像 就是很可怕 結果 它超好吃 殊不知 它酸酸甜甜的 而且 一吃就停不下來 對 一吃就停不下來 這一盒不夠 你一常買好幾盒 而且這一盒也很便宜 一盒才108 Max Value就買得到 先給他們分一下 來 這是葡萄口味嗎 有人沒吃過這個嗎 這個超好吃 這個環球影城有賣特別口味的 真的嗎 就是那個哈利波特裡面有那個奇怪豆 然後 對 鼻涕糖 對 長得就跟這個一樣 那味道是 鼻涕糖不好吃 就真的 鼻涕的味道 對 你的味道 好吃 這個超級好吃的耶 除了沒有我那個健康之外 我那個也有維他命 但是我覺得這個蠻好吃的 對 我的比較健康 然後這個是覺得滑雪的時候蠻適合帶的 這個是在Max Value買的嗎 這個牌子是Max Value 我覺得它蠻適合在滑雪的時候 帶幾個在身上 因為常常不是會去喝咖啡嗎 它蠻方便的 然後它有很多很多款式 不同的口味嗎 我最喜歡這個 因為這樣我想到台灣 可是這也是很甜吧 這還好這不甜 還有羊羹 它是綜合的 它裡面有10種不同的 不會膩 小餐紅豆嗎 這是紅豆塊 紅豆我們馬上試試看 吃吃看 就是會很幸福 來來來 好吃的口味 就是吃了會很幸福 很甜耶 想打趴的可以留言一下 沒關係 而且一點都不膩 真的很推很推 大家要去買 太誇張了 因為我本來就很愛吃甜的 所以我覺得就很好吃耶 真的好吃 我沒有在開玩笑 真的假的 我朋友來 我會買給他們來吃 推薦 老師覺得等一下羊羹 羊羹很甜 羊羹很甜吧 不會不會不會 老闆自己聽不下去 真的很甜的 剛好耶 我覺得適合配咖啡 會建議要配茶 就會很剛好 謝謝Amber的分享 還有誰 舅媽來 OK啦 Paul Bar 經典 一支350塊 運輯的時候很好用 這個就是不甜啦 但是你覺得它好吃嗎 我覺得很好吃 真的假的 我自己很喜歡 我口袋也有耶 主要是它 你累的時候 它會有飽足感 上課中間 到趕場的時候 這個就超好用 滑雪的時候真的是蠻推的 如果你不想要花時間 在那裡進餐廳吃吃喝喝的話 這在纜車上面就可以吃了 蠻推的 只不過我個人覺得 我沒有很喜歡那個味道 它就是有一個奶粉 太健康了 它不會甜 有些滑雪塘裡面賣400塊 這邊也買得到 它不然好像是只有Niseko 是這邊的牌子 蠻紮實的耶 對它是很紮實的東西 裡面有很多豐富的一些纖維啊 還是什麼的 堅果的香味 我覺得這午吃一塊可以耶 就不用吃午餐了 對對對 有很多根莖類的 很綿綿的 所以我不太喜歡 它的草味很奇怪 我也沒有很喜歡那個味道 根莖類的味道 如果是Energy Bar 會選擇那種大家常見 脆的那種巧克力 比較甜的對不對 有堅果的那種 它這個就是健康 老師咧 歡迎Dry幫我們分享一下 你們買什麼 我買這個 很可愛耶 來北海道就是要Kalbi 對Kalbi 我覺得它這個是有那個什麼 夾鏈帶的 然後它是那個一口 一口 一口對 來北海道就要吃馬鈴薯 它真的好好吃 清爽的耶 粉不會很多 而且不會很鹹 很脆 很脆 很方便 稍微鹹鹹甜甜醬啊 好我們來看一下Kevin教練 幫我們分享什麼零食 一天吃一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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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很好吃我不知道 但是一定要是白色的 因為它有很多 其實我覺得它藍色的也蠻好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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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是白色派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藍色的是 裡面是巧克力的 它這個一吃都我跟你講 停不下來 超級好吃 你看它裡面是長這樣子的 有巧克力 然後 裡面是白的 真的耶 因為下面很像Oreo的味道耶 這好過分喔 這好吃耶 這個我會想買 我以為它白色會很甜 它剛好下面有餅乾 它那很會中和 它那個藍色那一盒也是一樣 我們來試試看身為一個藍色派的我 有點被拉攏了 我覺得這個不錯 很認真的品嘗中兩位 這好好吃喔 好吃 好吃 就它下面那個黑黑的那個很好 對 我覺得餅乾好吃 但是白巧克力 還是藍色派的比較好 我覺得這好好吃 很像Oreo 對對對 很像Oreo味道 下一位博浩教練要幫我們 哈囉 這是我超商買的 會買這個是因為學生 他們會買這個紅小孩 然後小孩就分我吃 然後我就很喜歡 被小孩推坑了 被小孩推坑了 哪裡買的 7-11 7跟7-11都有 順便跟大家講 剛剛Kevin那個7-11也買得到 而且so far都很便宜耶 然後它口感我覺得 比軟糖再軟一點 嗯 你的手乾淨嗎 來來來來來 乾淨的 吃了啦 它是葡萄的味道 對它味很重 不是很假的味道 對對 買給小孩就是它也不會咬不動 對 因為它不是過Q的那種 有一點像以前那個菲蕾的味道 有一點 有菲蕾口香糖的味道 一咬就咬斷那種 很不會是軟糖大師 現在觀眾知道菲蕾 這飄到軟糖師 知道吧 2000年他們都不知道了 很菲蕾 菲蕾了 菲蕾葡萄口味 有一點點 我覺得來日本真的要小心 因為我買很多軟糖 都超好吃的 那一陣子真的是一天一包軟糖 然後每天都買不一樣 它現在咬絕肌已經有點那個了 真的軟糖真的會讓你用不下來耶 然後今天會帶這一包 是因為小朋友喜歡 所以我就介紹這一包 它捏的關節真的會受傷 還有誰沒吃 它去打肉肚 不好意思 所以大家都過關了嗎這個 好吃嗎 可以好吃 好吃好吃 對我要加一個筐 我有這個東西 加碼 加碼 梅酒口味 梅酒口味 這是梅酒口味 這很特別耶 take一下 它就是那種口氣清新的 所以有時候可能上課前我吃一顆 如果是對 然後也可以學生吃這樣 我每次都買粉紅色的那個耶 好像是梅子味的 草莓 反正我都有 但是我自己的這個是最特別的 就是我沒有吃過的 好來來吃一下 看這群酒鬼 看這群酒鬼 蠻厲害的 你沒了 這是哪你買的 便利商店都會有什麼葡萄啊 什麼的 對對對 但是梅酒的我只有在Mexfield看到 它的那個葡萄的我覺得也很好吃 對 葡萄的味道也很好 紫色的粉紅色那一種 對對對 欸這個 我要去買 這個很厲害 你也喜歡喝梅酒的 很香很香 來浮誇一哥 來來來 我沒有浮誇我的評價都是來自發自我的內心 欸 沒看過耶 吃到一模 來北海道就是一定要吃馬鈴薯 好沒錯 還沒吃 怎麼認同 它就是馬鈴薯的圓塊去切成的 為什麼我會買它呢 因為我自從吃了之後我再也沒吃過薯條三兄弟了 我覺得這個才是真正的馬鈴薯 請問一下哪裡買得到 我目前在我最常去的奇多奶湯販賣部 他有買到我 7 Max Value都買不到 7 Max Value可能會有 但我沒有在那邊看過 沒有仔細咬過大概可以去尋寶一下 奶油的味道很好 欸這個很好吃耶 好吃 好好吃喔 有奶油味 我覺得很香耶 奶油到薯條三兄弟的還蠻特別 味道很夠 真的蠻特別的奶油 好像是因為它的那個奶油的味道的關係 奶粉然後口感我覺得也蠻特別的 奶粉然後口感我覺得也蠻特別的 薯條三兄弟比較硬對不對 比較鹹 鹹比較鹹 比較鹹 這個是比較香對不對 這個奶油味 有個奶粉的奶味 好吃 可是如果不喜歡吃奶油的人的話 可能 很硬的軟湯 我喜歡的原因是 我開車想睡覺的時候 就一直咬 咬下去 好我來講 重點呢 它很Q之外呢 它一開始是很酸的 所以呢會讓你 就振奮精神 然後又夠硬 所以你在真的想睡覺的時候 你就會馬上醒來就對了 大家來吃一下這個 天氣冷的時候 它不是會變得很硬嗎 我覺得還可以耶 這個口感可以咬五分鐘耶 一直咬一直咬 比較硬 它有不一樣的包裝 然後有不一樣的味道 這個裡面是可樂跟能量飲的味道 還有Soda的味道 但是它其實它有什麼檸檬奇異果啊 它有很多很奇怪的味道 會讓你一直吃 對因為你有在吃東西 你就會醒來 你覺得怎麼樣 超好吃 超市超商都買得到 而且我記得好像有葡萄口味的 我蠻喜歡葡萄的 好最後就換我 這個呢 就是Cereal麥片 然後呢因為它這是 比較苦一點的Coco 反正就是可可粉啦 然後它是比較算是苦味的 然後裡面有大麥啊 大豆 玄米 都是一些比較健康的一個成分 這個真的我停不下來 就是我會加那個牛奶呢 說狂吃 很恐怖 肚子明明飽得要死 還要再吃一碗 這個現在沒有牛奶 這個有黑的耶 對它裡面料超多 但沒有牛奶這樣吃 可能會有一點很空虛的感覺 有麥片有一米麵 這個好好吃 因為它裡面東西很多 所以是味道 口感一點都不單調 這個不加牛奶也很好吃 很好吃的耶 可以當早餐耶 對 這個我真的很快會吃完 我直接買兩三包囤在家的那一種 這個是在那個COOP COOP那間超商買的 今天回去買 看一下這裡面 很多不一樣的料 有大有小有脆片 然後重點是因為它的巧克力脆片 是不甜的 因為我每次吃這種脆片 今天就覺得甜的會很恐怖耶 怕胖 肥皂的好去 大家歡迎一下 你們有沒有覺得 今天誰介紹的特別好吃 Evan的很好吃 柏號的軟糖 Evan那個小顆那個軟糖 小顆軟糖真的是那個厲害 我記得什麼那個軟糖 Aquila那個大顆的那個 那個 那個 老師呢會想回購誰的 那個很像飛的那個 柏號的軟糖 柏號軟糖你會想回購 那個很像 成品會想買誰的 美酒那個 美酒的 美酒還有軟糖 你說那個柏號的 柏號的跟柏號的都會 Evan那個也很好吃啊 那個小小的 Kerry的 Kerry的這個 這個 Simon呢 Simon會想要吃誰的 那個小巧克的雷根糖 因為 牛奶味的那個薯條 硬的那個薯條 Evan 我本來就很喜歡吃馬鈴薯的東西 好吧 那今天的介紹就到這邊 希望大家會喜歡囉 如果還想看什麼主題 可以在底下留言給我 喜歡這一集的話 要記得訂閱分享 就這樣啦 掰掰